马上带大家来聊聊这个关于桃园市长郑文燦 前天晚上带着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出席参会 结果一次报违反防疫规定逐桌敬酒 桃园市卫生局表示宴会现场没有违规中央防疫的规定 但采严格防疫标准将依违法传染病防治法对郑文燦 林志坚各罚3000元 那郑文燦自己呢是桃园市长还做错事 还做了错的示范 我们想请问叶元之议员您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8个3000块 他们应该没什么感觉啦 那我其实我这个事情 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是说第一啊 就是那个劳动局长 他们的桃园市劳动局长 为什么也可以一整天从早到晚 都带着林志坚跑行程 现在桃园市政府是已经空转了吗 是完全变成林志坚的竞选总部了吗 难道只有唯一就是让林志坚可以选上 变成桃园市政府现在的唯一的市政目标了吗 那其他桃园市民的一些平常的大小事怎么办 好像都不重要了啦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值得谴责的 就是桃园市政府现在党政不分了 变成林志坚竞选总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最可恶的 第二个有关于他们委婉防疫规定 对他们说现在当时选举最大嘛 各位你看一下林志坚他连为了要选举啊 连桃园连新竹市长都不想做了啊 他在今年的时候还告诉大家说他 新竹市长一定会做好做满 结果现在连市长都不想做 一心就是想要选上桃园市长 那既然主要目标是选上桃园市长 那么那跟大家一起脱罩啊 禁酒啊违反规定啊 对他来说这又算什么 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认为说是错事啊 今天卫生局去罚他 他也不觉得会羞愧啊 他一定是认为说哎呀就倒霉嘛 被人家爆料嘛被人家逮到嘛 就是这种心态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 他们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啦 只是说桃园市 是桃园市你带头违法 你是桃园市的防疫官 那居然你可以带头违法 那这个也让人家觉得比较匪夷所思啊 这又让人家想到其实 桃园市在防疫这段期间 防疫的措施就是哩哩哩哩啦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去年5到7月那时候三级警戒 为什么会忽然间爆发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破口 就是诺富特饭店 诺富特饭店就是一个防疫旅馆 那时候有很多机师 他们从国外回来是住诺富特 可是被员工爆料 说那个机师和一般的旅客 他的动线是混在一起的 还有包括就是很多房间啊 也是让机师住完 让一般旅客来住 没有做好防疫规定 所以诺富特成为一个很大的破口 那当初有诺富特的员工啊 也有跟指挥中心来检举 就指挥中心就说这是陶渊市政府的事情 陶渊市政府又说的这是指挥中心的事情 两边推来推去 然后最后 陈思忠因为不敢得罪郑文燦 居然还编了一个经据名言 他说公文怎么会跑得比病毒快呢 大家不要怪我们的啊 病毒跑得比公文快啊 推卸责任 所以当时其实郑文燦在防疫做的很烂 那被大家谴责 就谴责之后 他又用了很多很好笑的防疫措施 比如说去拆篮筐啊 把篮筐拆下来 不让大家打篮筐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然后为了要 记录这个拆篮筐的光荣时刻 还出动了一组导演人员啊 在那边拍摄拍摄拆篮筐的纪录片 所以很好笑啦 那所以你说在郑文燦的心目中 会有防疫这件事吗 没有吧 防疫不重要啦 林志堅选上才是重要的啦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说 刚刚这个拆这个篮筐我还记得 因为那时候害我篮球没得打 好 我们再来看到这个 对 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那我们再来看到一年前的昨天啊 高端疫苗通过紧急授权 当时的一项条件呢 一年内减送国内外 执行疫苗保护效益的评估报告 怎么一年过后了 那外界就质疑到底送了没 那你提出了那就请大家看看吧 一起参考 那没送还不撤销紧急授权吗 而现在陈时中的竞选团队呢 还找来陈建仁 进总组委 这就对外界酸说 这根本就是高端直销 搭在一起一起拼选举了 针对这个部分议员你怎么看 我们 当然我觉得这个高 大家互高端就是非常重 大家都非常清楚啦 陈建仁当初 不是也是说他去打高端吗 他不是也是做说 高端的什么实验的对象吗 出本来陈建仁消失很长一段时间 为了高端的就一直跑出来讲话 我们都还记得嘛 那今天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是 刚刚那个郑凯讲的啊 就是说 那个高端其实在一年前 那时候在讨论那个EUA 通过会议的时候 有21个委员有18个委员 是有18个委员有同意 但是18个里面有15个委员 叫有条件通过 有条件通过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让你通过 可是你每个月要给我两个报告 第一个叫做安全性的报告 第二个叫做效益评估 什么是效益评估呢 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打了之后 未来有没有效 你要提出个证明啊 否则的话 他打了没有效那不是白打了吗 不仅是白打 你还会丧失别人打有效疫苗的机会 因为有一个民众 他可能相信高端去打了 他可能就不去打了DNT 不去打了莫德纳 就假设最后证明高端根本没有效 那你是不是还要他去补打呢 所以其实那时候很多委员是 说我有条件可以通过 可是你要补给我报告 好一年了问题来了 高端到底有没有每个月 交出这个保护效益报告 那我看国民党的立院党团 有去跟卫福部要这个报告 理论上应该高端要交 可是居然要补到 那要不到就很奇怪啊 那是没有交吗 如果是没有交的话 那你卫福部是不是又在这个事情上面 违法乱纪帮高端护航了 那如果有交为什么你不敢提供给 立法院的国民党党团 是因为没有保护力 所以你不敢提供吗 你怕被人家揭发高端 从头到尾都根本没有保护力吗 有的话假设有保护力 你提供给党团 那党团帮你宣布啊说啊 大家都误会高端的啦 实际上他很有保护力啊 可是你不敢提供 这就是非常非常奇怪 好那假设是没有提供的情况之下 EUA是有期限的 EUA并不是说EUA要紧急授权嘛 就是我这一年我给你紧急授权嘛 那我第二年不见得要继续给你授权啊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 没有紧急授权的必要性了嘛 现在BNT啊什么莫德纳 现在这个市场上的疫苗很多 也没有必要在紧急授权 他给他撤销啊 那他不能卖啊 如果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还合理啊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指挥中心是 好在高端这件事情上面是毫无作为 而且高端 实际上他那时候当初就超额采购 买了500万剂 最后有200万剂是销毁的 是销毁浪费我们国人的名指名高 那我就要问啊 请问为什么我们当初 那么急着要跟高端去买疫苗 那这事情又要回到陈时中的部分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陈时中当初互高端是独合的不遗余力啊 这就是为什么蔡英文这么喜欢他的原因嘛 因为他很忠实的去执行蔡英文的任务 你就是把高端把推出来嘛 我记得现在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谢谢日本嘛 都在谢谢日本什么给我们疫苗 可是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最早的时候日本说要送给我们AZ疫苗 陈时中他爱要不要耶 他好像有一次在接受询问的时候 他说日本如果要的话就赶快来 晚一点我们也不需要 我们现在是有一点小缺口 但是之后就不用 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还记得的话 为什么 他想的就是我马上就有我的高端了 我要你日本AZ干嘛 所以民间要捐疫苗 一开始陈时中也是爱要不要 这就完全就是为了要 就是要护航这个高端 就是要护航高端 那现在陈时中就是高端战将本人 四季帝国主要的战将本人 加上这个陈建仁 他的这个护航的主委 再加上周边一堆都是防疫破口队 比如说林楚英 林楚英当初就是 大家都一开始疫情期间 大家一开始要戴口罩嘛 林楚英还叫人家不要戴 所以你们不要戴口罩啊 不要戴口罩 健康人不要戴啊 还宣传不要戴口罩 然后范云 3加11的始作俑者 林昌佐 然后还有那个万华破口队 就是讲万华是破口 然后也没帮万华讲话的 然后看到陈时中来就哈腰鞠躬的 现在全部都在陈时中的团队 所以我觉得陈时中到底这个团队是 是怎么样 是考验大家的记忆力是不是 那是大家都忘记过去 你们是为了要护航高端 你们是怎么样把防疫搞的乱七八糟 就现在你们组成这个团队 我觉得台北市民 真的要看清楚了 真的要看清楚了 这个团队 就这个团队把台湾的疫情搞乱七八糟 年底刚好就是用选票教训他们的时候了 我们有三种版本的这个水神的雾化器 这个比较大的 它是比较适合大瓶数的 那再来呢 还有这一种款 这我们办公室很多 你还可以买这个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里买呢 我们的快点购网站上面就有了 记得输入优惠 马上就给你折扣